今天在这个过程和你们吃的鸡可能一辈子走路没超过三米 你们吃的鸭子从来没见过睡是什么样子 您能认出来哪一只是素成鸡吗 欢迎您在弹幕打出来 首先为您讲解几个绝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误 第一个错误 鸡皮越黄越好 现在公布答案 黑色的鸡是素成鸡 大家可以把它的皮肤和我的手的颜色对比一下 鸡皮的颜色明显要比我的手更黄一些 这是因为商家在饲料中添加了一种叫做斑毛黄的东西 吃了这种东西不仅皮是黄的脚也是黄的 而且油也是金黄色的下出来的蛋更是发黄 从说明书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的作用就是增加皮肤脚以及蛋的颜色 误区二灯爪的误区 那什么是灯爪呢 我们一般看到的鸡爪都是四个脚趾 而公鸡或者烟鸡它们会长出第五个脚趾 鸡越老灯爪越长 目前就有人利用人们的这一种认知 制作出了一种快速长灯爪的药 只需要一到两个月就可以快速的长灯爪 所以通过灯爪来判断是否是素成鸡也是错误的 那么很多人肯定会问母鸡有没有灯爪呢 一只正常的母鸡在六个月以后才会出现一点点灯爪 一年以后可以长出这种绿豆大小的灯爪 而素成鸡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长灯爪的位置明显还是平的 下面开始为您介绍一击必重的鉴别方法 素成鸡因为没有成年还没有生过蛋 所以它的鸡屁股只有一只款 而一只生过蛋的鸡 它的屁股至少是两个指头的宽度 在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商家可以造得了假的 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像我这样用手来比划一下 第二招我们还是来看鸡爪 素成鸡的鸡腿骨一般都比较宽 有我的一指出 而且因为没有走什么路 它的鸡皮柔软光滑 再来看一下它的指甲尖非常的锋利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常鸡的鸡爪 因为有充足的活动量 所以它的指尖磨损非常严重 鸡爪正面的皮肤因为角质成老化 就会呈现出这种鳞片上翻的状态 摸起来感到粗糙坚硬 我们把鸡爪翻过来看一下脚底 也是一个样磨损非常的严重 最重要的一点 它的鸡腿骨非常的细 这种小爪鸡的鸡种 是没有商家愿意进行速成的 因为即便长得再快 它的重量也最多是三斤半左右 对商家而言 没有重量就没有利润 所以建议大家尽量购买这种小爪鸡种的鸡 现在把画面暂停 给大家看一下鸡爪的对比 然后介绍一鸡必中的第三招 看毛孔的粗细 正常生长的鸡 它的毛孔是非常的细 我们再来看一下速成鸡的毛孔 不仅毛孔很粗 而且毛孔的间距很大 也就是很稀 我们现在把两个画面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就非常的明显了 假如是杀好的鸡 就更加好辨别了 为了让对比更加有可比性 这两块鸡皮都是从两只鸡相同的部位进行取样 一鸡必中的第四招 看鸡皮的弹性 速成鸡的鸡皮非常的松散 用手可以拉出很长很长 而一只正常生长的鸡 它的鸡皮是非常的紧密 你不可能把它拉扯成很长很长的样子 一鸡必中的第五招 看鸡的胸骨 速成鸡因为生长的太快 胸骨还没有完全的钙化 呈现出来的颜色就是这种白色软骨 用手按压会有非常强的弹性 再来看一下自然生长的鸡 它的胸骨经过了时间的洗礼 会非常的硬 从颜色上看 它也不再是白色 而是血红色 此外 我们还可以把鸡针做一个比较 速成鸡虽然块头很大 可是它的鸡针却要比正常的鸡小一号 最后教大家一个非常硬核的知识 鸡的鲜味取决于风味氨基酸的沉淀程度 氨基酸一般会在4到5个月开始沉淀在肌肉中 这也就是为什么速成鸡寡淡无味的原因 您的每一次点赞 每一次转发 都将插亮另一位国人的会议 我们下期美食节目见